先我们把这个电源测草扫上吧 在这个 上面有那个气管储存柜 下面是那个 床带床造的那个储存柜啊 现在我们的气管 把这个这边拿先拿出来 然后在这个展开是这样子 这里头随便插 里面有两个 接口 随便插 这头绿色的 他在长照着两个 这两个字 放上去 另外 再来看看 这里面要换一下校图的床备啊 那把它 带口 抓起来 先来抓一下 抓一下 再来一起 然后把它长按这个开关键 开机 就是开机过的那个主界面 还有温度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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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第二个件是我们 计计设定支带的一个默认的 那一个 设定值啊 设定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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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启过 如果中方关的话 那只有长按这个键 关机再来 好 如果我们自己 如果自己想 我们自己需要 呃 自己重新设置的设定的话 就按这个键 就抽气 就是 加时间 短时间 因为我们就 说了五分钟 如果抽气的话 分定效果 我们说这个 按照时期需要我们说的十分钟 啊 实际效果我们也 搞五分钟嘛 那销节换气的话 这个换个强度 它有两档 所以第一档 抽气转换 他就是把那床单单位 床罩里面的那个空气把它抽出来 啊 这个充分消毒 它就 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 船单单位这个机器 像船道里面 充分那个臭氧 进行一个 呃 灭菌的效果 灭菌消毒的效果 这个持续消毒 它 它这个 不工作 这机器不工作 是船 船道里面 一个密闭的 不循环的空间 把这个持续消毒啊 从消毒的目的 消解关系 就是把船 船道里面 一些 比如说 消灯毒了 船道里面那个抽氧啊 抽出来 清解掉 啊 这个四个 四个基本功能 我们按照我们需要设置好过后呢 按这个 启动键 它一个 自己 进行这个消毒 啊 这个 如果中间要停止一下 按这个停止 再停止 再停回按照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器 上面的操作